百多万卖超过一个亿 洁洋人就等于说简陋了 90年代 那个时候那个戴春的那个料子 300多公斤 那一个对洁洋的帮助才大 然后这块石头嘛 就是这个缅甸的这个老板嘛 当时是在清卖呢 出过200万的人民币 可能没有达到他想要的价格吧 后边就把这块石头呢 拉到中国 马从人做经理的这个商号里面 当时洁洋还是处于一个经济各方面嘛 算是比较差的一个地区 但是这边的人嘛 洁洋人大就是吃苦耐老 比较勤奋 看石头嘛 交通工具就用自行车 千方百计的就是要把这些省下来 然后去买比较好的石头 反正这个石头到了商号之后呢 马老师一有时间 就会过去走看看又看看 想要详细地了解说 石到底怎么走的 进去的话是变大了还是变小了 因为他对于这个地质学 他也是研究得很透嘛 再加上他对于翡翠的理论知识 光光面面 他对这块石头实际上 能够达到多少钱 他心中是已经是十纳九稳了 这个人是你的